我们在学习古代汉语的时候 必须要学会使用工具书 使用字典词典 特别是要学会善于充分的使用 利用工具书 我们说这是我们学好古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在使用字典词书的时候 我们也要注意 不要在遇到不懂得字词的时候 才去查工具书 而是要对一些看起来很熟悉的字词 我们也要多追问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语感可靠 如果不可靠 那么也要去查工具书 我们下面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比方说大家中学都学了愚公移山 这个故事选自列子的汤文篇 其中有一句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无语辱必立平显 必立平显 直到欲难 达雨将阴 大家还记得这一段吗 这一段我想大家在初中的时候就学过了 其中凭显 应该怎么理解呢 凭显应该怎么理解呢 平是史平 在现代汉语当中 这个史平的意思 我们可以前面用不同的动词 加上补语平来表达 比方说产平 是不是 扫平 但是古代汉语没有这种动词 加结果补语这样的语法手段 因此就使用史动式 就是史这个显平 而显是个名词 指崎岖难走的路 叫做显 因此要把这个显理解成危险就错了 不是说扫平危险 而是铲平这个 七驱难走的路 或者说把七驱难走的路弄平整 同样下面 这个阴字 阴和阳在古代如果指地理的话 地理形式的话 这个山南水北为阳 山北水南为阴 因此这个江阴就是长江的这个南面 也不能这个理解成是阴面 好 这是我们在使用工具书的时候 要注意的第一个方面 就是要在无一处生疑 对一些常见字词 注意它们跟现代汉语当中的细微的差别 这是我们学习古代汉语的一个难点 就是能够注意到这种细微的差别 能够区分清楚这种细微的差别 这是我们学习古代汉语的一个难点 第二点就是通过字典词书 我们一定要注意 从形音义三者统一的角度全面的把握一个汉字 或者说使用这个汉字所记录的那个汉语的词 我这里举一个比较典语的比较典型的例子 我们知道下面这个是到现代汉语当中跟上面这个字形归并了 但是古代这两个字其实是音译皆不相同的两个字 前面的这个简体字的诗在古代读阔 经常用于人名 比方说孔子有一位学生叫南宫阔 宋代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做洪阔 都不能读成诗 不是南宫诗 红诗 这个繁体的诗 是一个多音多异字 读诗的时候 是个动词 本意是到什么地方去 从这个意思隐身为女子出嫁 隐身为这个适和满足 适和满足 很明显是从女子出嫁进一步隐身出来的 所以它是一个间接隐身意 而后面这个副词用法 恰好刚才 又是从前面那个适和满足的意思 隐身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诗的这四个意向 之间的语与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正好是一个直线式的隐身过程 就是从A隐身出B 从B隐身出C 从C隐身出D 所以如果讲这个直线式的隐身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字第二个读音是敌 动词专主 做主的意思 在这个读音上 它还可以通敌长子的敌 敌妻的敌 敌妻子 是指的正妻 和正妻所生的大儿子 在这个古代文献当中 敌妻子就经常写作 从走之旁的这个敌 第三个读音是折 读折的话 主要用于通这个 从盐子旁的折 意思是 谴责 惩罚 第四个读音 是T 也是用于通假字 通这个警惕的T 庄子秋水篇里面 于是陷阱之蛙 文之 TT燃经 归归燃自施也 什么是TT燃呢 这个燃就是刚才 王学所讲的 词味 唐玄英 唐代的唐玄英 给这句话做书 说TT是经步之容 很吃惊 很害怕 那个样子 叫做TT燃 我想 我们所谓从形音意 三位一体的角度 全面的保卫一个字的形 音意 就是像对阔和式 这两个字形 做这样的梳理一样 好 关于工具书的问题 我想就讲到这 也就是说 在学习古代汉语的时候 那么怎么样学习古代汉语 应该说工具书是我们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 下面关于这个教材 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 这个教材的特点 前面我们反复的讲 是以文选为纲 文选古汉语常识和词语分析 三结合 构成我们这个教材的突出特点 具体的内容 这个上册 有三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 文选的内容 主要是神话 预言和游记等等 第二个单元是历史散文 包括 从左传 一直到自治通鉴 一直到唐宋八大家写的一些个人传记 第三单元是书戏和单篇论文 这是上册的主要内容 下册也分三个单元 第一单元是诸词散文 第二单元是评文和词赋 第三单元是诗词 这个下册除了第一单元之外 第二单元和第三单元 都是中国古代文体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类别 就是运文 前面我们讲的都是散文 所以如果要从运文和文体的角度来说 从第一单元到下册的第一单元 这是散文 下册的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是运文 这六个单元当中 我们本学期的围绕的重点 是上册的第二单元 下册的第二单元 下册的重点 围绕的中心 就是讲授的重点 是第一单元 下册的第一单元 好 这是关于文选的主要内容 那么在常识部分 主要讲授古代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 语法 修词 文体 等古代汉语的基本理论知识 另外呢 还有古代的姓氏名号地理立法 等阅读古书所必备的文化背景知识 其中这个后面一部分 古代的姓氏名号地理立法等 阅读古书所必备的文化背景知识 但是我们在古代汉课里面不准备讲了 原因是古典文献专业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这样一门课 而且是中文系学生的必修课 因为那个课要持续一些期 很详细的讲这个我们课本上涉及到的这些内容 所以这部分内容 比方说这个姓氏名号 我们在讲左传的时候会遇到 在文学里面遇到了 我们会提出来做简要的说明和讨论 那么第三部分 词意分析举例 我们这个教材主要分作四部分 共分析了200个这个词 古代汉语的常用词 这个200个常用词 这个分四部分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 做的分析 包括古今词意的一同 词的本意和隐身意 这两部分 孙老师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我不知道大家课下是不是配合阅读了 我们教材里的词的本意分析力 和词的隐身意分析力 这两部分词意分析的内容 这个事实上 大家应该是做到这一点了 就是讲了古今词意的一同 和词的本意和隐身意 那么相应的词意分析的内容 自己在课下应该阅读一遍 这个同源词的问题 是大家在阅读的时候 还有课上讲授的时候 都会感到比较困难的一个方面 因为同源词的分析涉及到音译两个方面 而大家对这个古音方面的知识还不具备 因此这方面我们主要把课本当中涉及到的全部例子 都放到文选部分来做讲解 所以前三部分要求大家课下阅读 后一部分我们会在文选当中结合具体的用法来讲 好 关于这个教材 我们就介绍这些 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已经讲了差不多有九次课 我们花了九次课的时间来讲序论 那么最后要求大家掌握哪些内容呢 我想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讨论 我们每个同学心里应该很清楚 古代汉语课是一门语言工具课 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 独立阅读古籍的能力 但是我们又知道 独立阅读古籍这个目标 实在是太高大了 实在是太高了 因为独立阅读古籍的能力 所包含的知识结构 是一个综合性的知识结构 不仅仅是语言文字本身 一开始我们讲了文字音训 故事是根基 但是版本目录教刊 也是我们阅读古书的必备的知识 再进一步说 这个历史文化 也是我们在阅读古书的时候 不可或缺的知识背景 所以王立先生在六十年代建设古代汉语这门课 和编写古代汉语这套教材的时候 把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的课程 那么设定为是两年半 两年半 前两年每周四节课 每周四节课 最后一个学期 最后一个半年 每周两节课 这个两节课 是要求老师带着同学们到 这个图书馆的书库里面去 做各种实习 让大家亲手去触摸 去翻阅各种版本的现状术 那么通过两年半的学习过程 王立先生认为 大致可以培养起学生 基本的古籍阅读能力来 而今天我们的古代汉语课 只有一年的时间 所以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实现培养学生 独立阅读古籍的能力 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这两者之间 是实在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呢 我想我们重新给这个古代汉语课程 一个定位的话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就是多侧面 多角度的理解阅读古籍 应当具备的基本知识 从而为进一步提高自己 独立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 构筑起一个比较合理的知识框架 我们只是通过具体的实力 搞清楚我们需要哪方面的知识 那么具体的这方面的知识 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读书字十字史 这个十字从形音译三位一体的角度去十字 这是我们学习古代汉语的一个根基 但是我们这门课毕竟不是文字学课 过去北大中文系 开设有文字学 古文字学 战国 简博文字 等一系列的课程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课程 我们对汉字的源流 汉字的形音译的关系 大致可以有比较清楚的把握 可惜我们的古文字学 这个整个教学梯队已经跑到复旦去了 我们现在没有教文字学课的老师 但是我们这个古代汉语课 也没有办法完全承担起这方面的任务 所以我们只能在古代汉语课里面 尽可能多的告诉大家 文字学这样一门学科体系当中 究竟包含哪些具体的内容 大家自己去找一本文字学教程 文字学概要这一类的书来读的时候 那么需要哪些基本概念 也只能大致如此 所以这个知识框架建立起来 需要大家花费很多的时间 通过自己的阅读 去独立的填充这样一个知识框架 谢谢大家